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一天 开始了 今天 也要做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怎么突然被Q了 难道我冒充老爸亲父的家长群被发现了 吓我一跳 什么东西啊 走 走了 月下藏不住了 毕竟老爸的 你在呼唤我吗 啊 女王大人 不要叫我女王大人 真是的 打击老穿成这样 不会再打什么鬼主意吧 女儿 这次的BW漫展 能不能帮帮爸爸当一次看板娘啊 不行 想都别想 我已经是三次元人了 呃 哼 我就说小琪不会入坑的 哈 还是妈你懂我啊 妈 你是不是又用我的零用钱买中边啦 啊 说什么呢 这是你爸爸送给我的结婚周年礼物哦 呵呵呵 不是上个月刚过完吗 你当我的零用钱是花呗吗 呃 小琪乖 别生气 要不妈妈把我的会儿号交给你哦 六级哦 可以为所欲为 哎呀 别打岔 小琪 你看 这是衣服的设计图 这次爸爸亲自操刀 保证让我女儿成为最卡哇伊的看板娘 哎 人家都说我不感兴趣 你看这个面料 来 小琪 妈妈这个账号啊 老婆 我这个账号都重要吗 重要吗 我就是一个小账 都给我走开 我叫童琪 十八岁 高中生进行时 如你所见 我的爸妈都不大靠谱 目前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做一个三次元的普通人 怎么办 要是让那堆火宝来家长会 万一穿帮了 好不容易精英起来的三次元群形象 就全垮了 神啊 为什么就我带上一堆二次元的爸妈 怎么了 童琪 哪里不舒服吗 杨维 我的同桌 阳光暖男一枚 融字端粒 成绩优秀 运动万能 家境优渥 妥妥的男生标配 也是我梦想中的三次元人究极体 怎么了 都向面前好好表现 冲吧 三次元人 没事啊 肚子不舒服的话 要多喝热水啊 等等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不能吐槽真是要命 普通人对话可真难啊 这是啥 童琪 我不是我没有鼻下说 那是我爸他 你知道 什么是剑气兽吗 呃 只想做一个安静美少女 战士们也想成为我的天使 今夜去特快通向东京 巴比伦王子也想谈恋爱 宝君抓住我家大师兄 脑子又看得痛着送我薔薇 少女期待遇到魔法时 信仰抬头仰望绚烂目光